来到涉案房产之后 法官敲门 屋内也无人应答 法官给被这些人李军打去了电话 李军并没有接听 张女士找来了开锁师傅强制开锁 进入到涉案房产之后 记者注意到 屋内家具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锅里也有饭菜 法官初步认定 屋内是有人生活的 那么屋内居住的是否还是李军呢 张女士又为啥进不去自己的房呢 这一切还得从六年之前 张女士买房开始说起 张女士口中的她就是李军 张女士回忆六年前她想买个房子 也看了很多楼盘 经过介绍 她得知李军有个房子在出售 张女士说 当时这个房价也还算合理 户型呢她也挺喜欢 当即就顺利的买下了这处房子 也算是靠着自己安家了 张女士回忆 因为买房子 那段时间她没少跟李军接触 慢慢的 两人产生了感情 买完房之后吧 一个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吧 左右这样 然后我就 她是个光棍嘛 然后我是那个离婚的 然后我就跟她那个登记结婚了 因为我不买房 我不是这边人 我不认识她 就瞅她这人挺老实 挺稳当的 然后就因为咱也是个二婚 咱也就先找个稳弄 本分点去嘛 买房子本来就是高兴事 买卖双方又因为这房子处出感情 并且走到了一起 那更是喜上天喜 张女士说 婚后的生活 她和李军也十分融洽 李军有着自己的事做 张女士也是料理着家里的大事小情 两人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很是和谐 张女士说 两人平时虽然各忙各的 但感情很好 她平时在家里做饭收拾 李军忙完也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两人的日子过得可有笨头了 张女士说 她不是本地人 妈妈生病之后 她得回老家照顾 难免是疏落了家里和李军 但一切还得以照顾老人看病为主 她也希望李军能够理解 可没想到的是 等她再回沈阳 事儿就变了 张女士也纳闷了 丈夫李军为啥换门锁 不让她回家呢 况且这房子还是她自己花钱买的 李军为啥私自换锁 不通知她呢 感情一直挺好 张女士一直这样认为 那承想 这次从老家回来 李军却给了他俩字离婚 就是我回家之后 她就是弟弟妹妹就 因为她这是她自己跟我说 她弟弟非要他跟我离婚 她不同意 完回来她就跟我说 她说我弟弟非要我跟你离婚 完那时候让我把那个房子 写到她的名下 完我说为啥呀 我说本身能过得挺好的 又不是生气打仗了 对不 都一直都在一起都挺好的 为啥非要离婚呢 完她就说她弟弟要这个房子 要把房子 她说如果你要不离的话 就把那个房产 房产直接写到 过户到她弟弟名下 我说我跟你等一起结婚 为啥把房产过户到她名下 张女士直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两人日子过得好好的 回了一趟老家的功夫 再回来就被通知 得再离婚 和过户房子两种选项离 二选一了 那你俩现在的婚姻状况是啥 你早已经离婚了 今天啥呢 放一份吗 不放一份 因为她弟弟妹妹就想要她这个房子 当时她弟妹妹不知道她俩登记 一直以为是她俩就是非法同居的那种关系 你知道不 然后知道她俩登记了 她弟弟妹妹就非让她 逼着她让她跟我离婚 因为她无二无女 然后那时候她弟弟妹妹想要她这个房子 她就一直不干 她一直就不跟我离婚 等到我回家的时候 就不知道具体啥情况咱也不知道了 然后等我再回来就打开这门了 张女士说 房子虽然是她从李军手里买的不假 那也是婚前买的 更何况她是花了钱的 凭啥过户啊 而且俩人感情也没啥问题 为啥非要闹离婚呢 对此她也多次跟李军进行了沟通 张女士说 她一直都不同意离婚 但是李军这边决心已定 最终2021年6月 两人的婚姻彻底无法挽回 既然日子没法过下去了 那咱就好聚好散 房子的事也得算清楚 可是李军这边一直站着房子不说 张女士是一步都踏进不了自己的家 无论张女士怎么跟李军沟通 张女士就是住不进去 自己花钱买的房子 无奈之下 张女士只能通过法律 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将李军起诉到了 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 2022年6月 法院做出了判决 确认2017年8月 张女士和李军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并要求李军 在判决生效后30日内 协助张女士办理房屋 更名过户手续 同时将房屋交付给张女士使用 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 针对判决中的判项内容 进行了梳理和工作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后 按照申请人的申请 我们把这个房子 山房屋给申请人办理了过户 然后对于腾房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先联系了被执行人 跟他交代具体的情况 然后被执行人不配合 我们又提腾房公告贴了两回 然后被执行人还是不太配合 他这个态度就是 他一直在讲 在诉讼阶段该讲的道理 然后我们给他示名了 他在诉讼阶段所做的已经结束了 已经盖棺定论下生肖的法律文书了 那他就应该服从法律文书 交给他的义务 他不去做 然后我们告诉他这些 他不去做之后 我们强制执行过程中 他就是抗拒执法 我们给他拘留了 他也是接受拘留 但是就是不腾房 无论法官怎么劝说 怎么是法明理 李军都是有自己的理念 就是战防不走 宁可被拘留 也不腾房 后来我们给他做了司法拘留 并告诉他了 这个相应的法律 后果很严肃 但是被执行人依然不配合 今天我们就去给他腾房了 拘留期满之后 李军仍是不腾房 法官只能是再次上门 在腾房之前 法官也联系过李军 去之前的话 已经联系过他了 然后的话给他打电话 然后发微信 他这边也不接听 然后后来他回了一个微信 我们再给打电话 还是不急 然后就说自己 就是不腾房 找其他的理由 但那些理由 其实都不能成立 他说他病了 然后血液又高了 然后也不见面 也不来说腾房具体是由 反正就是找其他各种理由 面对执行 李军是找了一大堆的理由 宗旨就是一个不腾房 既然李军如此执拗 不通情理 不懂法理 执行法官只能是组织警力 上门强制腾房 我们到现场之后 先那个敲门找他人 没在乎 然后给他打电话 也拒绝接挺 之后就是联系的开锁 把门打开之后 然后对现场 自己在公证处公证下 然后把现场情况进行了拍摄 进入到涉案房产之后 记者注意到屋内有很多杂物和生活物品 法官一一进行了清典和拍照记录 而这些物品如何处置 执行现场 法官也征求了申请执行人张女士的意见 这些东西都会产生一笔费用 现在问一下 看你这些 不然这样 咱们换所 封条一帖 他回不来 让他主动来搅拦 然后的话 这事的话 咱也告诉好了 产生这个费用的话 到时候的话 还是会算到他头上 如果你要能自己过来请 现在所有都给你换完了 钥匙他也拿不到 你啥时候你要征过来请的话 咱们给你开锁 你赶紧给我清典 如果要能这样的话 事物也往前推进 不然的话 前期费用可能还得咱这点付 然后后期的话 费用虽然算到他头上 但执行他 也不定啥时候 你说这有什么钱 现在咱先换锁 锁他肯定拿不到 他进来别下 封条也给他贴上 到时候他配合 那是最好 他不配合 那咱就继续往下走 并且给他下手 这个东西掀起 你要能腾的话 就疼 你要不疼的话 就实为你做费的 就不要放弃 那现期费多少钱呢 先联系他 先联系他 先联系上 因为咱先给他下那啥 咱先给他那就是给他广告 封完之后 他鼠动联系完了 咱就是给他下手 告诉他 就等于把这个东西给他送到 让他知道这件事 他别到时候说 我这又不到 那个又不到 然后我这一给他疼 咱也费老大劲 你也垫付很多钱 可能说他一句话 我放弃了 大家都访 但是他要说不放弃 对他来说 也是一个挺费力的事 但是现在 我们就联系不上的 刚才你也看 打电话也不紧 这门的话 给笑着也这样 这里头照的 你也看到了 这个咱就没法说了 那就听你们的 因为咱说 我一个女的 咱说两句话 你让我 不用来 我又车啥也没有 回来回去 你让现在吧 比如说你要疼 你让今天就 啥这玩意 你疼吧 找地方 对你来说 也有一个后续负担 现在疼的话 肯定不能给 一个愣大姐 对 你现在你 前期限店铺 东西放到 放到你找的地方里 然后的话 你还给保管着 你还保管的 不是什么值钱东西 然后这个人 一看在保管 然后他再 他再一说 反正里头 啥玩没有了 我再不联系你 那这更 对你来说更不好 咱联系上他一下 他要 执行现场 针对眼下 涉案房产内的情况 张女士也表示 愿意配合法院 再给李军一段时间 让他联系法院 自行腾空 建议联系不上他 屋内的财产 还有待进一步确认 就给他上了封条 然后换了锁 然后给他发了信息 让他及时联系我们 让他及时联系我们 安静接下来呢 我们会进一步联系他 然后相信给他的房子 给这个房屋换了锁 换了封条 贴上封条以后 他会主动联系我们 然后对于这个屋内的财产 会进一步处置 如果他定期不处置的话 事为放弃 我们就把房子 顺利地交接给申请人